Hello大家好,我是静点鱼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占星大课堂 那么今天的星座讲堂里呢 要跟大家来揭秘的星座性格真相呢 就是白羊座 白羊座呢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因为它的特征很鲜明 大家很容易呢就想到大众在它身上贴的标签 有单纯、直接、急躁、好斗、自私、霸气、外露 有时候呢显得有点少 有时候呢不知道变通 不很圆滑 也不会走弯路 那么白羊座呢 因为在我们的占星学上呢 象征的是所有跟武力有关的意象 是火星能量的扬面代表 白羊座的人呢就像一团星火 而这些呢就让白羊座的个性特征当中呢 拥有一些特别的关键的核心的特质 那么这个关键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大写的我字 白羊座呢作为十二黄道星座的第一个星座呢 它代表了一种破土而出的生长性 第一个最初的涌现的状态 我们不妨仔细去回想一下 当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出生的时候 肯定是不是全身心都在为自己的降生做着准备呢 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否则呢就有可能胎死腹中 永远呢见不到新世界的光明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界当中 有好多神奇的力量 柔韧的小草是如何将坚硬的大地突破的 尚且无法站立的小鸡是如何破壳而出的 而我们是如何突破产道发出第一声啼哭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那种想要突破的热望 而这个时候是不容许心有旁骛的 必须是全力以赴的 所以呢白羊座呢就代表了一种全力以赴的 直线型的单一思考性的这样的个性 当一个白羊座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无法去思考其他的事情呢 必须有一股全身上下都一起使力而出的勇气 也因此呢我们觉得白羊座的个性是积极的主动的 因为他觉得一件事情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因为做不到最好可能就是面临着无法破土而出的失败 我们之前呢说过白羊的对公天秤座 作为白羊的反面呢 我们强调过天秤座是一个非常多内靠的星座 而相对来讲呢白羊座可以说是一个丝毫没有内靠的星座 他们不需要换位思考 他们只有从头到尾贯穿的一股力量 就是我要向前冲 我要赢 我要破土而出 我就是我 我要成为我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喜欢用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来形容白羊座 其实白羊座是不服气的 因为白羊座的人其实很聪明 也喜欢能向人展示他的这种聪明 而且呢 由于他们这种不肯服输的精神呢 也让他们呢更加想要证明自己是多一无二的 网上呢有一张白羊是如何走迷宫的效果图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实际上就像白羊座的这个内在的思考模式 白羊座呢一切都走直线 因为直线最短 所以最快最直接 他们不会选择歪歪绕 而是想着迅速的快速的到达目的地 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行动时候的主力就特别小 仿佛就像一个按钮放在面前 按下去就噗就到达顶目标 白羊的心理行动模式就是这么简单的 呃 所以说呢 他有没耐心 也有超强行动力的两种特质啊 呃 所以说他这种既然是一人像按钮 就出到了终点的这种状态 当然也往往就会来的快 去的也快 所以呢 我们常常有人说白羊座是没有耐心的星座 呃 当然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白羊座的人智商简单啊 而是说在整体思考问题的这个潜在框架的时候 白羊座是往往是更加直接和简洁的 这点有点像科学家常说的奥卡姆剃刀原则 这个原则呢 关键就是如无必要物增实体 简单有效原理 奥卡姆剃刀呢 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所以呢 始终追寻的呢就是高效简洁的方法 能以较少的假定去解释的事情 就不用较多的假定去解释 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拿出活性守护的天蝎座来比较 呃 所以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白羊座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呢 呃 做好预案的 所以白羊座往往是想到就做的典型代表 也因此呢 是十二星座当中最有行动力的星座 不仅如此呢 白羊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 就是喜欢竞争 爱真第一 白羊呢 作为十二星座的第一位啊 春分点的开始 黄道星座的开始啊 呃 往往对应着额头 面部 都有第一的意思 所以呢 白羊座天然就有一种很强的先锋性 所以白羊座是很努力的 只要他们认准了目标 找到自己切实感兴趣的点 就会下狠心尊言 而且呢 必须要成为呢 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 要成为number one 他们才会觉得 他们的人生得到了认可 而这个爱真第一的个性呢 也让他更加必须去集中精力 所以白羊座的人生呢 就选择了坦白直接的策略 想到什么点子和计划的时候 立刻呢 撸起袖子来就行动了 白羊座呢 是火星的日间守护星座 火星呢 我们是在战星学上呢 是战神的代表 呃 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男性能量 象征着竞争战斗和对抗 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战神Iris 就是白羊的英文名字Iris 这里的白羊呢 会发出强烈的竞争特质 强烈的排他性跟攻击性 攻击性呢 是保障个人利益的强力手段 竞争攻击获得胜利 这是白羊渴望的模式 为此呢 可以更加直接的证明自己 因为对于白羊做来讲呢 不赢呢就意味着无法去突破他们自己的那个阻碍啊 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小草如何突破岩层 呃那么小鸡如何破壳而出 必须超越自我 否则就无法确立自我 所以白羊的攻击性也是非常鲜明的 这当然也跟他本身的这个热血跟运动能量状态是息息相关的 呃这个也是说到了火星的一个特质叫做攻击性 如果一个白羊座呢他丧失了攻击性的话呢 他就会失去白羊座的魅力哦 我们可以说呢攻击性呢是白羊座的一个根本动力 在某一种程度上呢攻击性呢也代表了一种自我的存在 所以呢随着心智的成长一个成熟的白羊座 只要他能控制好这份对外的攻击 就可以化为自我的坚定守护 那么借由这一种自如释放的攻击性来讲呢 白羊呢向世界表达了自我 让自我呢得以保护得以延续下去 一切围绕攻击性的爆炸脾气 着急的情绪 坦白的态度 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想象 谁在生气的时候 在那个电光火石的那几秒钟 谁有空去延续自己的情绪呢 对不对 所以白羊座他是非常直接的把自己的那种情绪状态给爆炸性的爆发出来啊 所以呢他的这种状态也是跟攻击性有关的 跟肾上腺激素相关的 跟这种血脉喷张的这种效果是有关的 实际上呢白羊座的这个状态呢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上回在说到天蝎座的时候 也有提到过这个状态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有两种状态的时候 战或者逃 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 不管怎么样 你都需要去调动全身的肌肉去立刻反应 这是没有丝毫犹豫的空间的 所以呢 白羊座通常的形象呢 就战士跟英雄这样子的两个形象 我有一个白羊座的朋友呢 他睡觉的时候呢 老爱做梦 一做梦呢 就会梦见自己呢 变成拯救世界的英雄 或者是战场上的将军 英勇无比 总是凯旋 这个也就看得出来 白羊座的内在的自我期许 跟这种人物性格的这个隐喻原型 就是非常追寻这种自我英雄主义的这种状态 有时候呢 也会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的挣脱 世俗的规则和轨迹 我有一个白羊座的朋友呢 已经四十多岁了 可是他依然是单身 而玩着他的音乐梦想 走遍全国浪迹天涯 有一大堆的朋友 每天的微信消息都可以有上万条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热爱生命 拥有生命能量的这种特点 而我认为呢 这个就是白羊座人 他这种简单有效的策略呢 贯测在一起造成的一种效果 他会精力旺盛 而且呢 会有点自私 因为一个简单直接的人呢 他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和心思去想 如何去适应别人 如何去掩饰自己的缺点 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 需要什么就伸手药 感觉不爽了就怼过去 让自己呢 就会省下来很多额外的能量 精力呢 也因此变得特别多 呃 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 在十二星座当中 最有活力的星座 效率最高的星座呢 往往就是白羊座 呃 当然了 白羊座这一种 从来不考虑别人 只考虑自己的状态呢 也会让人家觉得自私啊 这其实也是因为白羊座的自我性 导致他们情绪的不遮掩 想生气就生气 想要就要 他们对待情绪和欲望的感应 是非常真实的 既然是对自己非常真实的星座 那么也必然就会自私 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 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自私的 对吧 所以比起虚伪的伪君子呢 白羊座呢 可能会更愿意选择做真小人 把欲望跟需求呢 不加掩饰的 赤裸裸的拿出来 表现出来 毕竟爱就爱了 恨就恨了 并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 说到白羊座的脾气呢 那他也因为他的这种 简单直接的策略呢 就会有一个爆脾气的表现啊 一言不合呢 可能就会让他们肾上线激素飙升 所以脾气是比较火爆的 但是呢 来得快也去得快啊 只要道理讲清楚了就没有事情 也不会结什么梁子在心里 如果真是他的错呢 冷静之后呢 他也会愿意认错啊 所以呢 白羊座的性格虽然有一些暴躁 爱怼人 说话没有遮拦 但是呢 相对来讲 他的健康的心理能量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把情绪如实的反馈出去的话呢 没有情绪的残留 那么也因此呢 他是比较表里如一 直接了当的人 这一点呢 就不像天秤座了 天秤座呢 表面是非常的和谐 但是暗地里呢 其实是不断的在积累生气啊 所以说 天秤座可能会 一直是个好好先生 但内地里有很多自己的委屈 当然了 白羊座这种直接的个性呢 其实也不是说就非常好 因为他也有相反的一面 那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他是非常容易树敌的 所以呢 白羊座得罪的人呢 往往也是很多的 在人际关系 在情商方面 他都是相对不那么讨好的 当然也有例外了 如果说我们的心盘当中 白羊座的人 他有比较好的 这个精心的能量呢 也会让他变得 变得情商高很多啊 这个可以等到 以后的课程当中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讲讲 白羊座的另外一个特点啊 就是单纯跟好奇心 白羊座呢 是一个不做作的个性啊 凡是派白羊元素多的人呢 一般的都不屑于 做太阴谋的事情 因为他很有勇气呢 去面对这一切 也有勇气呢 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 提着火把 第一个冲进山洞的人 很可能就是白羊座 如果同样是火星的天蝎座 可能会事先谋划一番 考虑很多可能 毕竟天蝎座带着生存焦虑 对他们来讲 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能轻易失守 可是作为十二星座 只守的白羊呢 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 因为有句老话叫做 出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这里不如说 出生羊犊不怕虎好了啊 与其名思苦想的计划者 倒不如直接了当的 做一做看呢 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很多白羊座的勇气来源 某种程度上呢 这显得有一种 无知的单纯 但是也正由于这种单纯呢 让白羊座呢 有着其他星座 没有的先发优势 很多行动之后 现实就有了反馈 冲进山洞之后呢 第一个得到宝藏的呢 也可能就是白羊座 因为白羊座呢 在透过这个反馈呢 在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呢 所以这一种行动优先的策略呢 在当今的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呢 其实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往往第一波的红利呢 都是来自于勇敢的小白羊 新的行业红利 在行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呢 会有很多机会 这些机会呢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例子 可以参考 这时候白羊们的先发尝试呢 反而呢 容易出成绩 等新的行业尘埃落定 那么这些机会也慢慢的平衡了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当年滴滴和优步 拼车大战开始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一个群星白羊的人呢 去买了一辆便宜的车子 不断的去拉单刷单 短短的几个月内呢 就让他回了本 其后的一年呢 各种行业规范起来 这些操作都被禁止了 我这位朋友呢 也退出了拼车业 但其灰色的操作呢 也让他捞了一笔 不得不说 他还是非常有胆识的 我问他 为什么你胆子这么大 就敢开干了 他说也没想太多啊 有机会不做干嘛呢 试试看再说呗 这点这个群白羊的特点 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 我相信他显然也不是 经过周密调查后 才做出这一个举动的 而只是看到一个机会就出手了 所以呢 白羊做的可行就是这样 想到就要做 既然是一个出身的养赌 当然对一切都是好奇的 当然了 他也就容易点到为止 没有什么耐心 大概是需要他们去开拓 发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所以白羊做呢 也有一种三分钟热注的特质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 拼车行业的白羊做 他觉得行业不大好赚了 他就去干其他的东西了 很多东西呢 他们做过了就不想再做 得到了就不想再珍惜 因为他们的乐趣呢 可能更在于征服为之的领域 已经征服了的东西 他们很难再提起兴趣 那么也因此呢 当白羊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 也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特质啊 追求的猛烈攻势啊 也容易让人招架不住 哪哪都有他的身影 在一天边的也能说 跑就跑到你的面前啊 而且特别的有趣 喜欢做一些冒险刺激的事情 只是在一起之后呢 他们对你的注意力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毕竟你已经被征服 而这个世界上等待他们征服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 也特别像长不大的孩子 永远有热情 而且精力旺盛 不过白羊做的女生呢 就不像白羊做的男生 表现的这么明显啊 在感情方面 女生一般是比男生累累而长情一些的 所以呢 说了这么多白羊做的性格特质 我们会很简单的发现 因为他大写着我 所以他做任何一切事情呢 都是追求这一个 满足自我的攻击性 满足自我的生存动力 所以呢 白羊做的状态呢 是非常简单 直接 有效的 虽然他显得鲁莽 有一些粗放 追求短平快的人生模式啊 但是呢 因为白羊做呢 我们才看到了这个世界 诸多新鲜的事物 确实在很多方面呢 白羊做呢 都是以自己简单 直接的 强有力的攻势呢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景 我想世界如果没有白羊做的话 我们大约很难感受到突破的 和新生的 和完全自我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而这个能量呢 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就是我为大家解析的白羊做 那么下一次呢 欢迎大家再继续来到我们的讲堂了 下一节课呢 会跟大家讲讲摩羯座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今天就 先说声拜拜了 拜拜 拜拜